我这里呢16片都已经勾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缝合 缝合的话呢 咱们对应的位置就这样子啊 先缝合这个边 也就是说先两个给它缝合到一起 因为我刚开始这个包的话 已经缝合完成了 但是我感觉缝合出来不太好看 那个方法 我又把它拆了 所以说这个边就是会有 像调起来了线的这样子啊 下面咱们开始缝合 缝合咱们先找到长针对应的针目上面 调起来 就调起来外面的这根线 一个针目是一根线 是两根线嘛 咱们调起来外面的一根线 然后对应的呢 在这个长针的位置 也调起来这根线 这根调的时候 我刚开始是这样调的 勾出来不太好看 咱们调的话这样去调 勾针从外往里勾进去啊 然后咱们开始拿出来线 把这个线呢勾出来 好 然后再从这个针目里面勾出来 这样子第一针就完成了 第一针完成了以后 咱们开始第二针 依旧还是调起来一针 然后里面 这个纸片 从外往内 调起来 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再从这个针目里面勾出来 好 然后咱们再从 这个时候针目上设有两个线圈 左边这个线圈 从右边这个线圈里边勾出来 好了 引拔完成了 两针了 再来继续 调起来一针 好 调对面的纸片 这样子 缝合就是不太方便 但是缝合出来的要好看一些 从外往里 勾着绕线 先给它勾出来 好 然后再勾出来引拔 继续 就这样子 引拔针一共引拔 十 十四针 引拔十四针 引拔到这个位置以后 咱们再来看怎么连接下一片 我这里十四针已经引拔完成了 咱们引拔完成以后 先立一个变质针 然后拿出来另外两片 依旧还是正面朝外 反面就是让它背对背的这样子 好 开始同样的方法 调起来 这两根线 做引拔 一针引拔针 两针 引拔到这个位置 现在引拔到这个位置已经完成了 咱们引拔完成以后呢 继续立一个变的针 然后把线头剪断 线头剪断以后 按照同样的方法 从这里 缝合到这里 咱们现在勾到了中间这个位置以后呢 还是 先做一下 引拔针啊 这个位置也要勾一针 然后再接着来勾 然后再接着来勾 再接着来锁针 好 勾针绕线 勾出来 好 引拔到最后位置 现在已经引拔到这个位置了 咱们依旧还是 立一个变的针 然后开始 这个包底部分的话就 完成了啊 就拼接完成了 咱们开始拼接 包身部分 包身的部分的话 位置怎么放呢 这个包片 好 这里放一个 然后呢 两边 放一个 下面呢 再放一个 这样子啊 咱们缝合的时候 这里就不需要断线了 不需要断线了 这两个缝合到一起 缝合 缝合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这两个边缝合到一起 好 又缝合到这个位置了 在这两个边 再缝合到一起 好 这样子 这两个边缝合到一起 再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到这个位置 刚好就是一圈 就不需要断线哈 咱们缝合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就是 像这个 缝合交叉点的时候 都注意给它引拔一针 这样的话就不会太紧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缝合 缝合完以后 咱们再看下一圈的缝合方法 我们这一圈 缝合到这里就完成了 然后断线 断线了以后 等咱们把这个线头 可以给它用缝合成 藏到里面 现在开始拼接下面一圈 现在拼接出来的这个形状的话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下面一圈拼接的话呢 对应的 这里拼接一个 连接它的两个边 然后呢 这边也是 它这里拼接一个 然后咱们连接的话就这样子 这样子去连接 接完了以后 这一圈就完成了 现在包身 这一圈 也已经完成了 连接完成了以后 咱们这个线头是在这个位置的 不需要断线 直接拿出来 剩余的四个纸片 这样子 这个纸片放在这 然后下一个纸片 放在这 沿着这个 包的 这样子啊 这一圈 去给它连接 现在整个包身的话 已经组合完成了 咱们开始勾包带部分 包带部分 勾针 穿入到这个位置 穿进去 拿出来同色的线 好 勾针 勾出来 勾出来了以后呢 咱们立一个锁针 然后开始做引拔针啊 引拔针从这个地方 勾到这个地方 勾针 穿入进去 好 勾出来 一针引拔针 两针 这个线头的话呢 等到最后 咱们用缝合针 尝到包的内侧 三 四 好 引拔了十四针以后 咱们 勾三十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勾出来 一针 勾针绕线 勾出来 两针 勾三十个 三 四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 比较细的话呢 你可以勾粗一点 好 三十个辫子针完成 完成以后呢 咱们 把这个 包带 连接到 连接到这个角的位置 在这个长长针的头上 勾进去 勾出来 继续做引拔 然后引拔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和刚才咱们起针的这个地方 引拔到一起 断线结束 断线结束了以后 把线头勾进来 拿出缝合针 把线头 隐藏到这个包里面 这样的话 一边的包带就勾好了 然后咱们另外一边 同样的方法 去勾这个包带 另外一边的包带 我也已经勾好了 然后咱们这个小包包就完成了 如果说你想要斜跨的呢 咱们就再另外 再勾一个包带 从这两边 挂在一起就可以了 放个手机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出门的话 有时候 就只拿个手机 然后或者说 再装一点别的东西 就可以拎着 这个小包包出门了 然后再装一点点 OK BJJ 绷变